那么2017年六鞋杯亚洲青年厨师刀工艺术继厨艺大赛前几天登场 今年共有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以及泰国、德国等国家 共400名选手参赛 那么其中来自宏光科技大学参旅系的学生林陈孝以及王健志 以精湛的刀工和料理功夫夺下了中式刀工技料理双人组的金牌 而且还更进一步拿下了最高荣誉刀王之王 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林陈孝以及王健志 跟天宝分享这一趟比赛的经验 以及他们当天在会场所做的观察 我们先请陈孝跟大家问好 陈孝您好 你好 大家好 好 我们的健志 健志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 晚安 是 先恭喜两位这次在餐饮竞赛拿下这么好的成绩 我也请你这个成效谈一下 你这次拿下金牌跟这个最高荣誉的心情是怎么样 我就是非常兴奋 然后我也自己也感到很意外会拿到这个成就 这是你第一次参加国际竞赛的吗 是第二次 第二次了 第二次就拿下这么好的成绩 那这个健志呢 你自己心情怎么样 我的心情也是非常的兴奋 也很意外 对 就会不太敢相信 不太敢相信说自己能够完成这样的赛事 不过你这个很恭喜两位 这个算是这个后起之秀 你才好像大三嘛 对不对 都拿下这个这次那个竞赛拿下这么好的成绩 那么就话说从头 不客气你这个监制来简单介绍一下 你这次参加的是这个2017年六协杯 亚洲青年厨师刀工艺术季厨艺大赛嘛 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 历史很久了吗 它是一个世界厨师 唯一在台认证的C级赛事 那它举办到这一届总共是 今年总共是第四年了 它这个项目有分很多吗 它项目的部分有中餐 西餐 日本料理 蔬果雕歌及杯饮装饰 而且我看到是说还是 全世界以刀工为主的一个厨艺竞赛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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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会很难吗 这个参加这个比赛这个每一个关卡的部分 它每一个关卡最重要的就是在于 时间的掌握及分配 我们就以你们今年这一次参加这个项目 中式刀工即料理双人组为例好了 你们这一次这个项目的话 它的竞赛规则大概是怎么样 竞赛规则的话 它就是以烹调及刀工各占100分 然后下去总加总之后除以2的成绩 是你最后的成绩 所以时间限制呢 时间限制的话是 刀工部分25分钟 烹调30分钟 总共55分钟 所以这个算你们这个料理时间会很赶吗 如果这样听起来的话 会非常的急促 急促哦 最困难的部分是在哪里啊 最困难的部分我们请陈孝子回答一下 其实它第一次有分刀工跟烹调嘛 那我自己觉得最困难的部分会在烹调这部分 怎么说 因为它第一次的烹调第一个最主要30分钟 它就30分钟 然后接着它我们只有两个炉台加一个烤箱 所以我们没有像我们以前比其他国际 它还有四个炉台一个烤箱 所以我们在炉台方面就受限了 然后接着我们出的样式又需要出两款的菜色各出两盘 所以一共四盘菜 所以说因为刀工是指定的 所以在有限的刀工跟有限的烹饪方式 及时间状况下 所以我觉得烹饪会是最困难的 那它评分标准大概是怎么样 当然时间是一定的嘛 对不对 对时间是一定的 那它评分标准的话 就是依照他们有一个国际四处联盟的一个比赛的标准 去做这个烹饪的评分 那刀工的话 这部分的评分就依据比如说你的刀工的工程度 然后你的损耗率 然后你切的时间去做评分 可是那料理不是下去煮了之后就很难看得出来你的刀工了吗 所以就是我们要如何的去烹饪 然后又可以展现出我们切出来的刀工的菜肴 所以我才说烹饪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点 这个听起来我们大部分我们节目之前介绍过的这种厨艺竞赛 大部分都是个人的 你们这次是双人赛 就是两个人要互相搭配得奖的 那像这样子一个厨艺赛的话 主要是考验料理者什么样的功力 像你们两个人的话是要默契很重要吗 对我觉得第一个默契还有沟通 沟通 对我觉得互相的沟通很重要 因为我们在比赛过程中我们不停的去跟这方讲 你要做什么 然后还有时间上的提醒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沟通很重要 是 建志呢你觉得呢 你们两个这个既然沟通很重要的话 一定有时候会擦香走火一点嘛 对不对 对对对 其实在这个赛前或者是甚至到比赛当中的时候 还是有非常多的争论 但是我们就是先以大家若起到争执 有摩擦的时候 我们先完成手边的工作之后 稍微缓和一下自己的情绪 再做后续的沟通 所以你们这个长期合作下来的话 一定是要相互这个了解彼此的脾气 对不对 是 那这个成效呢 你自己觉得建志的个性怎么样 我是不怎么好说 不过大家都是有之一同 就是先把这个作品先完成嘛 对不对 对 那建志呢 你刚刚跟我谈了很多成效的 对不对 对 他怎么样啊 你跟他合作起来 跟他合作起来 当然很开心啊 在节目中不能讲太多坏话的 你们两个是同班同学对不对 隔壁班 隔壁班的 所以你们两个还没有朝夕相处 相处上当然是途普通通的 那你们平常这个会不会私底下切出一些 比如说这个料理的这个技术 或者是一些 比如说像这个比赛是很重视刀工的部分 你们两个会不会互相讨论啊 会的 在赛前的话就是利用空闲的时间 不断的不断的说讨论 看如何把刀工能够发挥得到最好 然后也可以把味道兼顾 那成效以这次这个比赛为例好了 你们这个事先准备的这个讨论的过程是很久吗 我觉得我们在讨论的过程比实际演练的过程还要久 因为我们还有卡到检视它 还有我们在六斜比赛还有另外一场比赛 所以我们练习时间相较的比较久 对所以说我们反而更厉害我们在讨论的时间 对因为我们就有多次的讨论 这样我们在实际操演的过程中 我们就可以减少到了很多不必要的一些过程 我们就可以直接讨论好 事先沟通很重要 几乎就占了这个决定之后成绩的这个分数的一个状况了 对不对 对 OK好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中央广电台台湾之音所 直播全球台湾4.0 那么今天风云台湾单元 去介绍了宏光科技大学参旅系的学生 拿下今年国际厨艺大赛最高荣誉 刀王之王的过程 我们先休息一下再马上回到节目的现场 全球视野掌握台湾新脉洞 带您从世界发现台湾新面貌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九点半 全球台湾4.0 您了解中国吗 央广新闻部推出全新新闻时段 中国这一刻 带您从社会 人权 环保 政经 两岸等各个新闻面向 看见最真实的中国 新月三号起 周一到周五 晚间十点 敬请锁定 央广华语网 中国这一刻 阳光就是阳光 伤了我的翅膀 阳光就是阳光 人民自由飞翔 阳光就是阳光 世界在我肩膀 阳光是你 是我神的翅膀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中央广电台台湾之音所 直播的全球台湾4.0 那么今天 风云台湾单元 邀请的是 宏光科技大学 参旅系的学生 林晨孝 以及王健志 跟同学分享 参与今年六写杯 亚洲青年处师 刀工艺术 即厨艺大赛 拿下最高荣誉 刀王之王的过程 我们这就在台南 这次准备的过程 我知道健志 你在参加这次比赛之前 你才刚结束上海的 另外一个比赛 对不对 那你这次这个 事先准备的状况 是怎么样 你练习的时间 算够的吗 练习时间是相当不够的 因为每场国际赛事的 等级都有相当的高 达到C级 这样的程度 所以你要花费 至少半年以上的时间 去练习 当然这两场比赛 你要 你只有一个半年 但是你要同时准备 两场比赛 然后要平均的分配时间 在时间或者是准备 都是相当的缺乏 但是就是自己 要去安排你整个的时程 然后去完成 并且到时程上面 去完成你的练习进度 你才有办法去完整的 比完这两场国际的赛事 是 那像你们这样子的比赛的话 是你们自己自愿参加的吗 还是学校 要逼迫你们去参加的吗 这个比赛部分 当然就是自己对于厨艺有热忱 然后同时也想要考验看看自己的目前成长到哪里 然后还有多少不足的地方是需要再去学习的 所以说我们比赛最想要的目的 是要看见自己的短处并且去弥补它 所以还是我们比赛最终的目的 所以算是一种阶段性 你是想要看看自己的这个料理的技术到什么样的程度吗 所以你才想说去参加这样一个比赛 然后看一看自己的状况是怎么样 不过你这次参加比赛有个比较特别 就我们刚刚提到你们这个上海的那场比赛 我这边知道看到是说你那时候那场比赛受了刀伤是不是 状况是怎么样 状况的话是划伤的时候伤口非常的大 当然就是立刻送医然后缝合包扎完之后继续完成比赛 那离你们这次参加这个六斜杯的这个比赛时间很短吗 时间非常的短 那你怎么办那时候 时间虽然在短 但就是克服自己的疼痛 忍痛继续把它切配完成 因为你要切配的话 你手指的灵活度一定要很足够 而且在那么短的时间 你就必须 因为赛前当然都还是有直指中要 就是吃完之后赶快上讨 然后完成比赛之后 下场再去做换药的动作 是 不过你为什么不想说就先休息一次就好了 就不要 这个比赛就先不要比了 为什么要那么坚持啊 当初一受伤的时候是真的一度有想要放弃 想说好了算了 手受伤要好好休息 比赛要很多 但是因为师父那时候用着很清澈的眼神看着我问着 我说 就是你确定还要比吗 那那份的那种的情答传达给我的就是说 你可以 那你就去比吧 把它完成你这个比赛 因为师父他们在背后也是一路看着我们这半年来的练习 每次不断的端去给师父打枪 然后再回来再端去再打枪 其实师父他们也很舍不得我们说 比到这里了 就剩一个礼拜了 然后你放弃 所以师父就是不断的鼓励 不断的鼓励 希望你能够去完整 但我就是有感受到那样的那份的热情 所以我决定就算再痛 再困难 我还是要去把它比完 而且我看到是说你每天下课之后都练习到凌晨12点嘛 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你想说是可能就是参加比赛成绩其次了 主要是能够把这个赛事能够有始有终完成嘛 对不对 对对对 是 不过相对于这个建制手指受伤 这个心理压力可能会比较大一点 那成效的部分呢 你这次事先准备的状况是怎么样啊 其实因为实际演练过程不多嘛 所以说我们两个实际无法配合状态下 我就是练刀功 就是一直把他这个题目的刀功一直越练越精 达60分80分100分120分这样一起越练越好 对因为他毕竟还是个刀功大赛 所以我觉得刀功这方面绝对不能输 所谓的刀功是比哪个部分 你可以讲的比较 举个例子让这个听众朋友听得比较清楚一点 像我们这次比的是中式好了 中式的话它有分四个部分 两个主食分别是鸡肉丝以及鱼片 无锅鱼的鱼片 还有就是切小王瓜切一个佛手刮的刀功 佛手刀功 然后用洋葱红萝卜以及青椒去切丝跟切丁 这样子 对总共是四个部分 所以你每天都要练习这些项目啊 基本上我有空我就去做一个练习 就是不要让自己的手感去生乎掉 所以那手感很重要对不对 对我觉得手感很重要 因为我自己可能几天不切我就觉得会切起来怪怪的 所以主要是能够让自己练得熟悉一点能够比较进入状况嘛对不对 对 那你这次这个准备过程当中没有觉得哪个部分是压力最大的 我觉得压力最大的还是永远在棚条那边 棚条 主要就是讨论啊就是我们去想 哦我们现在菜色定好了 我们又可以用什么办法可以去加速我们做出来的菜色 然后又可以把我们的菜色做得非常非常好这样 哦 所以你们平时的时候是各自练习各自的刀功的部分 然后你们最后快比赛之前你们会合体再来实际演练一遍吗 对基本上是这样 哦 所以应该这个状况都还好嘛 这个除了我们这个剑制手受伤之外 你那时候没有小小的担心了一下 我那时候很担心 因为那时候他就问我 你还想继续比吗 我就想说 庭命比较重要啊 比赛是一直的 对所以我那时候刚才想说 先把身体顾好 比赛就下次还有机会再比就好了 他就是说 他就是那天回锅跟他说 很小还是要比哦 我说嗯 好他竟然想上 那就知道我们就要奉陪到底了 就陪他一起上这样子了 对 是 不过你们这次在分组赛的部分是 主要是准备两道餐点 一个叫做汤泡鱼生上海菜饭 一个是糖醋鸡丁广炒鸡丝面嘛 这是拿下冠军的部分嘛 那像这个两道餐点的话 你们是怎么样兼具这个刀功跟美味的部分 你们有经过什么样的巧思去做设计吗 基本上 呃刀功这部分都是大会指定的啦 所以说刀功这部分 我们设计的菜要是 依据我们刀功去做设计 嗯哼 那像 鸡翅的鱼片好了 我就怎样讲 我觉得鱼片在 因为我们是比中式嘛 那对我们中式来讲 它呈现了烹调法 烹饪手法 因为鱼片本来就够饱了 嗯哼 然后去做一些料理本来都不太适合 它最适合是做一些清蒸 可是我们场地限制 然后清蒸 我又觉得做起来有点 我觉得没有很创意很新奇 嗯哼 所以我就想到一个中国的一个老菜 叫汤泡鱼生 是 然后然后说汤泡鱼生 然后因为我们现在有蔬菜了 有蛋白质了 嗯哼 那我们现在插了一个淀粉东西 是 所以我想说汤泡鱼生配一个饭 然后一个代表 一个非常代表性意义的饭 那我们现在要上海菜饭 嗯哼 这样做搭配 嗯哼 对那接着后面那个鸡丁啊 跟鸡丝的话 那个就是因为它只有鸡丝啊 那我们在大会有规定状况 像我们可以自带食材 然后我们就是因为 我们用大会的调味料 所以说我们觉得 刚刚好尝我们切的配料啊 然后一些主食材 我们觉得做一个广草鸡丝面 我们觉得很有一点创意性 嗯哼 然后又味道又很丰富 一个层次 嗯哼 接着我们会之所以用糖醋原 是因为颜色的对比度 我觉得很棒 是 接着口味它也有明显的差异性 哦 所以我们才接着到 才会这样子去做搭配 是 哦 所以听起来这个比赛 真的不是那么简单 一下场然后就开始料理 你们事先还要准备很多的 这个设计的部分嘛 对不对 对 做出这个比较完美的餐点了 OK好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中央广电台台台湾之音所 制播全球台湾4.0 那么今天风云台湾单元 是介绍宏光科技大学 参旅系的学生 拿下今年国际厨艺大赛 最高荣誉 刀王之王的过程 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马上回到节目的现场 起立 李正 敬礼 老师好 从小到大 你一定遇到过不少粮食 当然也有可能遇到 糟糕的粮食 恐怖有 不论你现在是学生还是家长 求学过程中 有没有最令你难忘 或者是最怪的老师呢 还是老师曾经做过什么 让你感动的事 央广2018年开辟全新节目 老师老师为什么 元月6号开始 每周六晚间7点15分到8点 准时开讲 开播第一集 特别开放现场call in与直播 我们准备了节目开播 要送给参与的听众 大陆 华北 东北听友 call in请播 免付费电话 010-10800-886-0063 华中 华南听友请播 010-10800-186-0063 台湾听友也可以拨答 免付费电话 0800-880-699 节目微信 WeChat账号是 Good Morning 底线 台湾 如果当天无法打电话进来 欢迎事前 江姓名 意见 联络电话 寄到我们新开辟的电子信箱 Teacher Teacher 小老鼠 rti.org.tw 2018年1月6号 星期六晚上 7点26分 我们将准时开放call in热线 给您六六大顺 好福气 给大家联络电话 那是最大的蠢蠢 今央也还能处理 我是Andrea 无论你在世界的那个镜头 请你跟我这样做 Turn on your radio 阳光RTI Worldwide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风云台湾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中央广电台 台湾之音所制播的全球台湾4.0 那么今天风云台湾单元 要写的是宏光科技大学 参旅系的学生林成校 以及王建志 跟天保分享参与今年六鞋杯 亚洲青年厨师刀工艺术 自己厨艺大赛 拿下最高荣誉刀王之王的过程 不过我们刚谈到我们这一次赛前的一个练习状况 可是我很好奇就是说 当天这个分组比赛的这个情形到底是怎么样 像是这个建志手受伤了 你自己有会觉得特别紧张 或者是压力很大吗 会 自己担心的点是在于卫生的部分 因为世界级的厨师 世界级的主艺竞赛 他们那些品尘都是非常注意卫生的 因为他们 因为你端着那盘菜肴会直接到他们的口 直接到他们的口中 所以他们一定会想要吃到非常高度卫生的菜肴 对 所以我是非常担心卫生的部分 因为那时候的伤口还没有说非常的愈合 还是会有一些污染的问题 那在比赛过程中的话 就是不断的更换手套 不断的更换手套去增加自己的卫生程度 并且再用酒精喷雾 酒精擦拭的纸巾 去克服这个卫生的问题 对 那你那天实际操作手会不会很痛啊 我有看到你那个照片 你那个线都还没拆对不对 对 那时候就是 因为是在纸尖的部分 医生说那时候 在纸尖的伤口本身就是要两个礼拜才能不能拆线 但是上来回来的隔一个礼拜 就是六鞋杯了 那时候的话就是只能把纱布的层数减少 让他不要那么的大包 能够带进手套这样子为主下去比赛 所以听起来你好像也是忍痛完成了这场比赛对不对 对 过程中还是非常的沉重 就是依靠一些药物去减低沉重的程度 是 那成孝呢 你自己在旁边看 有没有特别担心这个建制啊 我是觉得还好 反正他既然说他要听了 那他一定会想办法克服这个问题的啦 所以就相信他就对了 对 反正他该吃的止痛药也吃了啦 就是我们只能听天由命的 尽全力啦 那成绩怎么样再说这样就对了 对 是 不过你们这次是先拿下这个分组金牌之后 然后最后是取得这个进阶挑战 这个刀王之王 最高荣誉的一个比赛资格嘛 那这个刀王之王跟这个比赛跟我们刚谈到那个分组赛 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吗 他与分组赛最大的差别就是在于 他所有的题目食材还有比赛的规则都是完全不同 并且是当天到然后现场还会公告的 他与分组赛最大的差别在这里 因为如果你是分组赛的话 他提前告诉你的刀工食材还有时间 你都可以依据他这些的标准下去安排你的菜单 去练习 让他练习至最完美的程度才去比赛 那第二天的刀王之王这个竞赛就是 食材也是现场给 规则也是马上公告 然后还有题目的话也是现场才是公告的 那今年这个比赛的题目是什么 今年比赛的题目的话 它是给你中卷 然后还有一支拳击 还有一些配菜的部分 然后它就是指定说 中卷的部分要切一个麦穗滑刀的中卷 然后鸡的部分就是需要做出一个鸡腿卷 然后它是给你40分钟讨论菜单 撰写食谱还有拿取材料 以及你的厨房摆设 那再来的80分钟是完全的烹饪 然后60分钟的时候可以煮前菜 80分钟的时候才可以煮主菜 那你们这个压力会不会很大 你们这事先应该都没有练习过嘛 对这个赛事的项目是任何人都无法预知 任何人都无法练习的 就是用到当天现场的情形 以及状况还有规则 下去马上做调整 所以这个真的是考验真功夫的地方嘛 对不对 对对对 那陈孝呢 你那天这个在参加这个刀王之王 这个心情是怎么样 很谨慎 那我也很紧张 因为他是一个荣誉 拿到就是一个荣誉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很紧张 那时候 因为我们知道要比刀之王嘛 所以其实心里就是 我们其实第一天比完 我们就有在讨论很多一些假想的猜测 比如说他会给什么菜啊 然后我们可以去做什么的烹饪 然后去展现什么样的刀工 可以去呈现 可以去发挥出我们两个最大的特色 可以让评审去喜爱 所以说我那时候心里一直在想 看了什么东西 我可以做什么 我可以做什么 我可以发挥出什么东西 对 这时间很恐怖嘛 40分钟讨论 然后80分钟料理 对不对 对 而且你这个刀王之王 为什么这个是最高荣誉 是因为要跟各组的第一名同场较劲嘛 所以这个压力听起来就非常的大了 是的 那最后点时间 我先请这个成孝来谈好了 你们现在都是大三的学生 那你们这次比赛 拿下这么好的成绩之后 你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 或者是目标吗 基本上 因为我们明年就要出去实习了啦 那所以基本上 在六学这场比赛中 就是我觉得 这是我四季前的一个 最后一场里程碑 嗯哼哼哼 对 那基本上 其实场不管很比好比话 我接下来要做的就是 在我一年的实习中 可以把 我可以在实习的场地 我可以学到东西 我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增加我 不同的见闻 那接着实习结束 就是我觉得要比一下 人生的 在大学最后一场国际赛 要去香港比 最后一场大学的国际赛 是 先做足准备就对 现在这个阶段性 先拿下这个刀王之王 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告一个段落的一个 怎么讲一个终点啦 中间的中 终点这样子 那这个 建制的部分呢 你自己对于未来 没有一些长远的规划 有 对于未来的话就是 目前的比赛到这边 就所有的赛事都已经告一个段落 接下来的实习我选择的三位是海中的长龙桂冠酒店 那选择它的话也是因为关于我大学毕业后的计划 就是想要到长龙外国的分部下去做工作或者是学习 对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对我自己来说很好的一个规划 所以我决定现在一年当中就是努力的学习 不断的充实自己 让自己在毕业之后有办法到国外的分部去学习 更多新鲜的事物 还要看一些不同的东西 是 你们两个都设定好目标了嘛 一个是先这个要挑战这个最大的比赛了 一个是希望能够进入到这个国外的部分去做这个餐饮的部分嘛 对不对 那祝福你们两个未来一切顺利哦 好的 OK 好的 谢谢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邀请的是洪光科技大学参旅系的学生林成校以及王健志 跟我们分享参与青年六邪杯 亚洲青年厨师刀工艺术 继厨艺大赛的过程 那么今年比赛共有新加坡 马来西亚 韩国 泰国 以及德国等国家 共400名的选手参赛 那么其中呢 来自台湾洪光科技大学参旅系的学生林成校以及王健志 以精湛的刀工和料理功夫 夺下了中式刀工继料理双人组的金牌 而且呢 还更进一步拿下了最高荣誉 刀王之王 那么今天的节目的最后呢 特别感谢成校还有健志 跟他分享这一次比赛的过程 先谢谢你们哦 对 谢谢 谢谢大家